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之前在沈阳的时候 赵梅娇想留下我去送死 今天晨晨 对她做了同样的事情 他们这些人 为达目的总是不择手段 我怎么感觉后面有人跟着我们呢 我先去买点吃的 好 好久不见啊 好 好久不见啊 这是谁啊 元宝秘局行动队队长马武的跟班 他的小舅子范光彩 刚才一直跟着我们 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同志 领导 领导好 我是来投靠你们的 你这个人倒是挺自来手的啊 我们这儿不叫投靠 我们不搞那些就习气 如果你是来交代你自己罪行的 那叫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 如果你是来揭发其他的特务 和其他的破坏行为 那叫有戴罪立功的表现 明白吗 对对对 戴罪立功 我就是来戴罪立功的 马武死后 你不就被踢出保密局了吗 怎么还跟他们有联系啊 没 没联系 就绝对没联系啊 就没 没联系 这马武死了以后 我过的那就不叫人过的日子 是 以前巴结我那帮特务 那见着我恨不得踹我两脚 这帮忙不在了 以前欺负别人的时候 怎么没想着这一天呢 现在是新社会 不流行这套了 知道吗 是是是 我 我那以前不就是 构杖人士吗 构杖人士 新社会了 我这不也想 为国家做点贡献 这东拉西扯了这么多 到底想说一些什么呀 我发现了 姓程的那个反动派 他的一个窝点 我们按照您的要求 去了刘家军他们家 正准备杀了他们 可没想到 没想到中了他们的埋伏 刘家军他们家还有埋伏 这共党的手伸得可够长呢 可不是吗 现在这重庆城 已经是共党的天下 我这次听说 刘家军把印线拆掉 共产党 准备对他宽大处理 你小子也要选刘家军吧 不不不不不不 程局长让我们去杀了刘家军一家 就是要让在重庆的我们自己人明白 这就是背叛党国的代价 可是你们呢 兄弟们 给我抄家伙 今晚上 我们就去抄了刘家军的家 我还就不信了 这白天黑夜的 共产党在刘家军他们家 还能二十四小时守着 可不能啊 张长官 可不能 这共党既然已经要保护刘家人 他一定会保护到底的 我怕他们吗 范光才提供的消息没有问题 当我们的人去端他们那个我脸的时候 他们正准备放下武器投案自首 这小子总算干了件人事了 但是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要告诉你们两个 雨婷 胶件写出来了 那份前复名单是假的 怎么会是假的呢 怎么会 原来刑讯室有一个打手叫李三 他有一个搭档叫王彪 有艳教官 是有这么个人 这个人吃磕嫖赌 无恶不作 没有钱了就去偷取抢 四九年的九月份 有一天晚上他拿着刀到人家里去抢钱 没想到反倒叫人家给杀了 这人早晚有这么一天 可就是这个死了的人的名字 出现在了成辰四九年十月份 才拟定的前复名单里 之后我们对其他的名字做了排查 发现有很多人早就会在重庆局了 这个成辰还真是够小兔三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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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只有两个保险项 还处心几率弄了一份假名单出来 还处心几率弄了一份假名单出来 都怪我 熟悟了 都怪我 熟悟了 都怪我 熟悟了 我现在还有办法挽救吗 我现在还有办法挽救吗 现在金瓶龙质比你们还要熬头呢 接下来最要紧的事 就是赶紧抓回逃跑的成辰 还有曹顺 老板 您找到什么吃的了吗 本来 想到地里拔脸跟萝卜 都有人 连萝卜都没拔到 我就知道您找不到 这不 我打了两只野兔 行啊 小子 这猎人的身份派上用场了 那可来晚上咋有肉吃了 在外面听您呢 在这山里啊 您可得听我的啊 要不然一个堂堂少将副局长 还得偷菜果腹 要知道 这个身份 现在什么用都没有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不要觉得我们处境 有多么艰难 想想共产党当初撤了多少苦 他们才有了今天 云飞 玉婷 谢谢 你看看你 也不多休安休安几天 这个人哪 前几天就闹着要回来 这还是王政伟亲自到医院 劝了他半天 他才答应多住几天 程晨和曹顺一天不落网 潜伏名单一天没有拿到 我心里面不踏实 那这些天 不是还有很多国民党的一流特务 主动来自首的呢 这些来自首的人 要么是之前行动队招募的那些混合 要么是没有公开身份 没有办法隐蔽和躲藏的 我最担心的 还是程晨新招募的那些人 这些人 不与原保密局的站和组织发生横向联系 而是由保密局所辖的潜伏布置组 直接领导 是 而且 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正当的职业 有可能是个医生 有可能是个会计师 甚至有可能是某个单位的厨子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有着仇视的心理 再加上 隐藏在他们职业身份的背后 这才是最麻烦的 这些可疑人员 如果一个一个地调查太耽误时间了 一来容易打草惊蛇 二来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我认为 勤贼先勤忙 还是要先抓住程晨 可是程晨太狡猾了呀 他心思这么缜密 之前就弄出一份假名单来 万一我们抓到他 再给我们一份半真半假的名单 那到最后 我们岂不是要制造出 很多冤假错案来 这个就是你多虑了 组织上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但也绝对不会 冤枉一个好人 好了 我们进去吧 正好研究一下 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好 走 走 姐 着急忙慌的发生什么事了 有线索了 快说 我们发现了曹顺的踪迹 那还等什么 我先去 姐 云飞哥输了 他知道你对没拿到真名单这事 太上心 所以说不让你一个人 我先去 你去找他们再过来就是了 好 那你可千万小心啊 我成了他们的练务 我成了他们的练务 嘘 别出车 别出车 我会被发现的 可是 我没有发现啊 没发现 怎么会被发现呢 你看 那儿 野兔 儿子 山青 不都跟我一样要逃跑吗 不许哭 快 不许哭 叔叔 给你抢一个 关于打雷的故事好不好 我不想听打雷的事 我只想找妈妈 好 找妈妈 走 妈妈 妈妈 我们去找妈妈 妈妈在哪儿啊 找妈妈 老春 你要比我杀人 你要比我杀人 我不杀 把孩子放下 小朋友 我带你去找妈妈吃糖 好不好 白糖吃好不好 孩子要吃糖 你有糖吗 你别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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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没糖 她骗你的 她根本就没有糖 我有糖 我带孩子去吃糖 妈妈在这儿呢 妈妈跟你去吃糖好吗 啊 我是她妈妈 妈妈在这儿 她是你妈妈 啊 我是 啊 到底是不是 强中了 孩子给你 来 回去 我们再去知道 来 快 撑去吧啊 快走 快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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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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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做猎人的时候 还知道不杀无路呢 现在杀都是你共产党 别打 我受死活了吧 你别打 雨婷 雨婷 挥 挥手 雨菲 对不起 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 我不想听这样的话 你知道赵美娇 什么时候输给我吗 以为我有 有你 以为我有你的爱 以为我跟你拥有共同的信仰 可以在海岸道中 看到光明 所以我们的好日子 才革命开始呢 对吧 我们还有好多 好多好多的事情 要一起去完成 对吧 妈 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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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我 一定要找到欠夫的 好 好 我问她 我问她 不让眼泪停留在脸庞 相信 明天没有风雨 一切都会继续 岁月变换 留下的秩序 一切都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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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留在这个地方 不再到处流浪 尽管 此生留样 此生留出相守的时光 此生留出相守的时光 可望在彼此和眼旁 就算遗了天荒 岁月编络留下的秩序 牵挂挥挥手 往前走 心已久 当时我们就派部队进山进行了搜索 当地的山民还有猎户 都主动帮我们带路 就在玉婷同志牺牲的当晚 我们就找到了成臣的藏身之处 什么情况 他子弹打光了 还打伤我们好几名战士 把枪都放下 把枪都放下 郑先生 不要抚玉顽抗了 投降吧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我告诉你 我就算把他带到地狱里 你也得不到 郑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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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灭亡 这种冥顽不灵死不悔改的人 看来是铁了心的 想要把秘密直接带进地狱里去了 被这群冥顽不灵的敌特分子 损失我们一员大将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安葬 陈玉顶同志 明白 云飞同志的情况怎么样了 大丈夫有泪不轻弹 只因味道伤心处 我相信云飞同志的悲伤 就像他的信仰一样真诚 我们现在都不敢劝他 他就像着了魔似的 一心想要找出潜伏名单来 这样 好好做他的思想工作 让他缓一缓 好 不信让他去散散心 我们会的 我对你的认知 其实 最初就是从酒拍时的 喝醉的很凶 谁也不 也很讨厌我 可当你酒醒了 却又忘了曾经讨厌我 你很难相处 情绪阴险不定 从最开始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哪儿做错了 处处的 但偏偏因为你把我们绑在一起 就永远你这身家 可是在不知不觉中我发现 我已经不能再把这些当作演习了 因为跟你在一起 我才感觉自己像是从来没有认真我 就凭你现在的所作者 这一刻 开枪吧 这些日子 我们共同经历了各种浪漫的 痛苦的和快乐的事情 但现在 我却要以为 成熟失去的字 但现在 我却要以为 成熟失去的字 我却要以为 成熟失去的字 我看见 一 二 十 来来来 来来 快快快 快 一 二 十 使劲 快点 一 二 十 那不是郑家民小舅子吗 郑家人不都回南京了吗 好 让开 让开 肯定是被别人派过来 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很有可能 在江边 是帮他姐姐和姐姐 赵云飞想起了 陈玉婷曾在这里 跟自己讲过的一文 请你 开 国民党有些官员为了掩人耳目 会把重要的物品 藏在棺材里运输或买起来 他猛然想到 那份真的前夫人员名单 可能的藏匿之所 好 除了在名单上可疑的 其余都别动啊 好 就动了 上去 别在了 让友图新 发现什么了 真家伙 都是新的 点清楚树啊 走 走 走 赶紧 来 给我吧 陈平 过去看看 陈平 陈平 我答应你的事情我做到了 辛苦大家了 你说 古兴能看到吗 他能看到 他所设想的美好世界 已经失线了吗 这件衣服 我于叔叔最后吸收都没穿着 你觉得我配吗 当然配 哪怕在你身份最不明朗的时候 我都坚定地相信 最终你会跟我是同路人的 不怕我们在不幸的黑暗当中 看不到光明吗 我怕 我怕 但是如果牺牲我一个人 能换来光明的话 那就把我留在黑暗中了 如果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毫不勇于地丢下我 大胆地 坚定地 走向光明 我怕我 哇 你快去 我嘴 你不想放 歇 Hehe 我 你就跑去 我 你 我们 保咐 你 你 务必照顾好这些工臣们的生活 我过几天要去看他们 另外 请各单位领导 去新闻他们有什么困难 需要组织上帮助和解决的 各局处领导 这些天都在接见他们 了解他们的困难 但是现在有一个突发问题 说 很多同志的失散子女 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因为很多同志在很早以前 就在秘密战线上工作 由于工作的原因 他们不方便把子女带在身边 所以他们就交给了老人 亲戚朋友 有的甚至交给了同乡 经过了这些年的战乱 没有音许便失散了 为了革命事业 他们牺牲的时代太多了 务必尽全力帮助查找 现在全国已经解放了 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 这些冒着生命危险 在迪营占度过许多年的 同志们的家属 能够幸福地团聚 所有人听他们讲述了 对孩子的思念 大家都被感动了 燕子如何不丈夫啊 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请您指导一下 有一位刚从上海 回来归队的年轻女同志 带着一群孩子 被敌人毁了容 我问她是属于哪个小组的 她说她代号叫云雀 可是上线牺牲了 下线也牺牲了 重庆上海曾与她共识 能当面证实组织身份的同志 目前都不在北京 有没有其他方式 可以尽快证明 你放心吧 孩子们都已经被安排 住进了招待所 谢谢啊 我知道组织的疑虑 上海解放了 已经快半年 怎么这么久才带着孩子 来找组织 没有疑虑 我们当然是欢迎你回家的 找你谈话 也只是为了了解这段时间 你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 上海解放前夕 国民党特务 对地下工作者的打击和报复 可以说到了疯狂的程度 这一回 这一回 总没有人帮你的忙了吧 刚刚我已经去了那边的教堂 根本就没有人 说 你把那件小刺了啊 给我藏到哪里去了 你不是有枪吗 开啊 别是吧 我会告诉你 我是被静晨的部队 给抬到医院的 在那儿昏迷了很久 后来直到医生允许我出院 我才找到了姐妮嬷嬷嬷 联系到了上海的组织 是他们建议 我带着孩子 到北京来寻求亲人的 于是 她想了一个办法 要求发报 她坚信 当时接受她发报的那个发报员 能听出她的手法 多么聪明的同志啊 可以安排 王局长已经命令电讯科的同志 也找到了一职 与云雀通联的那个女发报员 下午就听她发报 今天下午 小生 咱们下午还有别的会吗 有 都往后排 我要亲自听一听 这个云雀同志如何发报 这位是黎柯农首长 首长好 开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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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期间 组织曾安排沈杰用云雀这个代号 向中央发送上海的情报 由林志龙省下的一根 暴武林专门过去 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 沈杰的上下线全部壮烈牺牲 他也因为受伤而没能及时归队 如今最快能证明他组织关系的 就是熟悉云雀发报手法特征的你 这位女暴武员同志了 可以确认 是云雀同志 欢迎回家 每当夜深人机超收着你的电报 就可以想象你们在敌后的危险 后来听不到你的发报声 我就知道你们小组出事了 我以为你也 我很怀念跟你们同联的时候 那个时候接受你的电报 我一个人孤单地躲在阁牢里 就感觉组织在跟我说话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林雪同志 欢迎你归队 谢谢首长 怎么样 伤口还疼吗 没事 让你吃了不少苦啊 马上来医院邀请千古最好的医生 如果必要的话 请外国专家 一定要恢复云雀同志的荣耗 是 首长 其实那个帮助我的外国嬷嬷 一直想带我去国外整容 但是我都拒绝了 因为我还有一个心愿没完成 说 我有一群孩子 除了烈士遗孤之外呢 就是我们这些地下工作的人 他们失散的孩子 我把他们藏在了上海教会的学校里 这些天我看到好多同志都跪对了 很多是从南方回来的 我就想这些同志里面 会不会有我这些孩子的父母 能找到多少是多少 找不到的咱们继续找 只是 真希望孩子们和父母 能够尽快团聚 尽快 当然要尽快了 马上去办 好 殷嬷同志 辛苦你了 谢谢首长 同志们 大家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理想 为了新中国的解放 牺牲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离亲别子而富水火 一面势敌而求大同 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牺牲 更不会忘记那些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没能归对的劣势 今天不是表彰会 不是要给大家搬勋章 带红花 今天 是要给大家送上珍贵的奖品 好 什么奖品 是我们的同志 是我们的同志 用生命和血泪换来的奖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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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红杰 你年龄大 你先来 沈杰阿姨说 台下的人当中 有我的爸爸妈妈 可是 我已经八年没有见到我的爸爸妈妈了 我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 怕被敌人发现 姥姥给我改了名字 自从我的姥姥死后 我就再也不知道 我从哪里去找我的父母了 红杰 别着急 你想一想 父母离开你之前 有没有教过你 写过什么字 或者什么歌 我唯一记得的 是我四岁那一年 那一年 我的爸爸妈妈教我一首歌 每天晚上吃过饭后 我和妈妈唱歌 爸爸吹口哨 唱 就这首歌 我们都是神强烧 每一个子胆消灭一个第一人 妈妈 小死我了 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也在上面 爸爸 走去看看 是我的孩子 这就是我的孩子 是妈妈 沈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有自己的妈妈 这就是你自己的妈妈 去吧 快去 去 去 儿子 那些沈洁他们 保护过的遗孤 千山万水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了北京 回到了组织的回来 大人们在孩子中间 穿梭着询问着 有的失望摇头擦泪 有的认出孩子惊喜万分 能回家的孩子们尽管欣喜 但是都不云而同地看向沈杰 眼神里全是不舍 沈杰不忍和他们说再见 寒泪悄悄地走出会场 演唱 飞 火已远显丽 掩盖孤独面 天剧 烙印过的生命 疲倦的心 昨天依然清晰 模糊我的眼睛 虽说过的痕迹 满在心底 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奖 救欧洲的一切事 试破最远的那一束灯火 网络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 都留在海却为我降落 照亮了生命的那一束灯火 破碎的我 孤独的我 想要爱着你的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不透的眉眼 你也回北京归队来 是啊 刚才 我又想起了我们那群海里 其实在我们逃亡的过程中 有很多很多人帮助过我们 其中有一个 跟你很像 海藏心底 你是我最弱 现在还不是 那一束灯火 只有一天他会到我们革命队伍中来 人欲再大 却为我降落 如果他不牺牲的话 我曾经答应过他 等解放了 介绍你们认识 革命的青年 都有一样的信仰 心都是一样的 我 你是我最弱的 那一束灯火 人欲再大 却为我降落 照亮的 生命的 那一束灯火 混乱的我 倔强的我 想要抱紧你 等我 你是我最弱的 那一束灯火 人欲再黑 却为我降落 照亮的 生命的 那一束灯火 火碎的我 孤独的我 想要爱着你 你 等我 你 我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